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來哥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王漢的會道 焦達老母 今次機體測試就是Narrative Gundam CPAC 喜歡的朋友都不用等 看什麼機體測試就直接去抽 我也是一樣 因為之前我就錯過了那隻 Hi New Gundam 快點快點 有195個幣 就去抽了它 補償 沒得用這個 New Gundam 的缺失 而且這部機的重擊是有點不同的 就是有點過癮 所以就不要想太多了 抽了它再說 那好啦 我們今次就看回機體說明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暫停它慢慢看 然後我們看看它的強化清單 強化清單到最後的位置 緊急防禦結構 我覺得永遠都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你倒下的時候 減少5%傷害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你給我呢 就會加到這個level 射擊再加5 我覺得就會很夠用的了 再看看這部機的本質是怎樣呢 宇宙機體 強判的 本身它有21000HP 也不算太差 至於它的防禦力 也算是平均 是實彈差一點點 但我不會特別加實彈防禦的 因為去到這個grade 像這些機 這些機 全部都是 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這個雷射槍 所以雷射防禦我覺得比較重要 好 接著這部機很有趣 它是格鬥偏向是少一點的 射擊偏向是多一點的 都有道理的 好像剛剛我們看完的裙法清單 它加攻擊力也是加射擊的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這個位置 速度135不算高 高速移動普通 推進器都夠用的 回轉75都非常之好 我們看看技能 腳步減陣 突擊推進 這些都很厲害的 去到level 3 有防爆 有戰甲 這些突擊機的基本 空中控制程式 空中移動好像那個叫什麼 龍飛那些 都有少少用的 高勝任平衡 再加上突擊驅進 這些都是突擊機的基本 強噴 有整個level 3 算是非常好 格鬥只有兩下 有損傷控制 這個不是那麼多特擊機有的東西 有都幾好 大些範圍的雷達 反擊增幅呢 我們待會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自己試過 就覺得好像沒什麼大分別 有得變 變成一個NT模式 NT模式呢 其實維持30秒而已 30秒內 會加攻擊力 又會有攻擊姿勢控制 又有那些浮油炮 又用不到 好像幾厲害 但是最糟的30秒 就是不斷扣你能源 扣完30秒能源之後 就可以按多一下 去到NT D的NT模式 即是醒覺 醒覺 最緊要醒覺 就是多了一個 叫什麼 草力攻擊 這個草力攻擊 還可以飛出來 他說叫什麼 射出精神力場 射出精神力場 這個厲害 我都是因為 看到預告片 看到可以射出精神力場 這個新技能 我就抽這個 然後 它本來 那個浮油炮用不到的東西 又會cancel 很有趣 還有呢 它有些特殊技能 譬如說 那些叫什麼 那些同伴 的部位損壞 是會復原的 我一開始以為 HP是會復原的 但不是 是如果你有些同伴 譬如斷了腳 那它是會 三分隻腳出來的 好厲害的 你不要 你都不是說沒有用 有時候 都真的幾有用 就算是這個 去到NTD的模式 它是用不到精神感應裝備 那其實 都OK的 是有用的 30秒 那一會再講講 30秒 我的打法是怎樣 那我們看看武器 那這部機呢 有成 不是 這支武器有成 400米來講 是算不錯的 而且一發打停的 六發都夠用 然後呢 就可以加上這個盾炮 350米 也是給你射一炮 一炮也可以打停人 用這兩個武器 就已經很有效地 可以將你和敵人的距離拉近 然後再加上這個飛彈 都可以扣到不少血了 但是這個飛彈在四炮之後 未必可以打停敵人 都是要看看哪一部 但是不要緊的 這個火神炮的身值都相當高 這四發的飛彈之後 再加上火神炮 多數都可以打停敵人 然後再加上這個拳頭 這個拳頭就是剛剛講過 Narrative Anti-Rope Mode Anti-Rope Mode Anti-醒覺 Mode 醒覺 Mode 裡面最重要的武器 但是呢 如果你不變身的話 這個 這個攻擊 就真的 真的很廢 都不是很廢 不過 攻擊距離太短 還有它有一個盾牌 盾牌是 600 不是 6000 盾牌是6000 都算不錯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就已經砌好了 先看看筷子鍵 我就是這樣砌 不知道大家會怎樣砌 因為我有順序 主武器是正方形 落回是交叉 再去正方交叉 順序按 有需要才再按 正方三角 但是呢 因為這個火神炮都幾厲害 我有想過把它轉為圓圈三角 不過算了 所以我習慣了 所有機體都是正方三角 組裝那裡 我主要當然是放攻擊為主 因為這部機器有雙格鬥武器 即是雙劍 和拳頭 當然是加格鬥 格鬥加完之後 你看 這麼多東西都塞進去 加完之後 都有57 你說高它又不算高 不過我覺得夠用了 因為你去了那個 NT模式 什麼醒覺那些 其實它有加到% 不過我就沒有詳細去計算一下 它加了多少% 但是都很夠用的了 射擊我都特別加的 因為呢 這部其實是很接近一部射擊機的 所以就加了射擊 這個可能是攝位 這個格鬥防禦 加一些雷射防禦 這個就是我最主要的設置 當然還有噴射 噴射多些 海飛遠些 走路都會快些 這部好像說漏了 有急回 急回是有level 3 非常之高的 我們馬上來試一試 它的效能又如何 首先呢 我們就試一下它的移動 普通移動 可以噴到幾下呢 2 3 4 5 6 7 可以去到8下的 相當高 但是它的回復速度 我就覺得有少少慢了 有少少慢了 反而overheat效果更加 剛剛說的急回有level 3 可以噴三下呢 我們就試一下 其實都是兩下而已 不要緊 夠用的了 兩下 不用去到好像GP01FB 在宇宙 可以噴三四下 也不要緊 我們試一下移動速度 這個是普通地上的移動速度 剛剛它有一個空中的移動程式 應該是會多一點 你看到呢 都未夠一個圈的 我試一下空中的移動 會不會幫到少少 基本上呢 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呢 我自己之前也試過很多次了 在兩個NT模式 其實都是沒有分別的 那個移動 我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不過不要緊 我們等一下再試一試 好 我們先試一些武器 這個 躺下射就應該沒有問題 盾炮躺下也沒有問題 飛彈仔 躺下又可以 這個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拳頭當然不行 這個火神炮躺下 不可以 通常都不行 我們跳起的時候 射一兩箱 應該也沒有問題的 這個呢 這個呢 過熱率有90% 其實都 真的 有少少久 好 試一試 魚母意外 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好 六發彈 我們試一下距離 我這支主炮 是有400的射擊距離 為什麼我特別要試射擊距離呢 因為 Yan的措力攻擊 其實都需要知道 究竟 我們可以射到多遠 那Yan我們就試一下 射擊武器射完 格鬥也要試一試 因為特別要講一下 這個 雙刀的下架是非常之好的 你看到這個距離那麼遠 都有可能 不是都有可能 簡直可以一次過隔兩步 非常之好的 但是呢 這個拳頭呢 就麻煩了 哈哈 你真是打空氣 你要繼續 計住啊 他的攻擊距離 其實算是很短的 然後呢 腳 重腳一點 他踢出來的 扣的力度 我覺得也是足夠的 非常之夠 如果你變身 就更加好 在連擊方面 都有一定限制的 我們就試一次普通模式 連擊是怎樣 再開這個 這樣就打不停了 可能要再遲一點 停了之後呢 一下兩下 所以就說呢 那個拳頭呢 都真的有少少少難度 好 我們再試一次看看又如何 因為那個飛彈呢 要控制時間呢 都 是有點困難的 再等少少 都是不行的 所以呢 就是靠這個 靠這個頭炮 再落多下 下格呢 就比較難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時候 就要 變個身體看一下 好 NTP 已開 我又試一次給大家看 那個移動是怎樣 可以讓大家看到 移動距離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改動的 是沒有快過的 空中呢 空中其實都是一樣的 真的 完全是沒有分別的 好啦 在開醒覺MODE之前呢 我就再試一次反擊給大家看 看看有什麼 都是一腳而已 好啦 現在呢 就開了個 聖覺MODE 首先呢 我們就 試了這個 先 我想試距離先 之前呢 也有很多人試過 這個武器呢 這個 草力攻擊呢 是可以打穿敵人的 那 一堆過當然可以打穿 那如果這樣隔山打牛 又行不行呢 試一下 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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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試一下那個 距離先 首先呢 就是 槍 用槍的距離來做定位 那 那 現在這裡是有 400 有400的了 那 去完 看看 400 那麼遠 嘩 是不行的 好啦 那我拿第二個 Benchmark 這個呢 就是350 那 好啦 我們又儲多一次 看看350 可以 就行 好了 那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這個 有一個很大的硬直 大家看多一次 是動不了的 現在 但是呢 其實這個硬直呢 都可以透過stepping 現在是gvg stepping的模式呢 是cancel的 然後再下刀 再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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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一點點 那 至於 那個 連續技來講 都其實一樣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來得到 沒問題 試一下用這個吧 我呢 就會習慣多些是用連續兩個下格的 就試完這個終極了 好 大致上是這樣 去到聖角mode的時候 兩個格鬥武器呢 就真的自由組合了 再和大家比較一下 這個攻擊的距離 那 現在這個是斬擊 那 去到聖角mode的時候 這個拳頭 是不是沒有伸長呢 看看 是沒有伸長的 最後都試多一次 看看那個移動距離 是不是有分別 這個呢 就是普通的地面移動模式 是好了少少的 那 空中又試一試 感覺上 距離不太大 可能剛剛那一轉 走得好些 好了 這部機體呢 攻擊武器 都簡單易用的 測試就來到這裏 立即去實戰一下 先看看 好 出了Rative Gundam CPAC之前 其實就出了一部很厲害的支援機 就是 SILVERBULLET的SUSPENSA 那個真是很可怕的支援機 但誰知道原來出這個CPAC 我覺得 簡直是 簡直是這個SUSPENSA的殺手 因為它 光槍的距離 再加上這個盾炮 EFUGENSA是很高的 SUSPENSA對著我 即是對著CPAC 基本上好像 毫無反擊能力 不斷被我打停 當然啦 你在射擊的時間 你選擇 你要比較好 現在呢 其實我 我簡直不理 另一隻Narrative 集中射的門口 那一隻 我覺得這部機 性能是非常全面 除了有雙格鬥武器之外 還有 真的非常不錯的射擊武器 尤其是有 這麼好用的那一層炮 問題就是 要等30秒 這個呢 是 即是沒有辦法 沒有得不等 都是一定要照顧的 在這個30秒的 Anti Mode的時候 他也沒有 伸長他的手 所以有時候是 難搞些 都是和 他普通的用 是一模一樣的 還要是被狂購 不過只要你是可以 如果我喜歡 捱到去 醒覺模式 其實 打法呢 就彈性很多 而且攻擊力 各方面 也有提升 那 現在呢 其實 有時候我玩了整個禮拜 都覺得 唉 最難是什麼呢 最難是等到 低過八成 還有 又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等過三十秒 這三十秒 有時候都很難過 我簡直是試過 無論是三十秒 裡面 或者是普通模式 的時候 被人用一至兩秒之內 那 就被敵人射死了 所以 都 有點難搞 這隻 你見到 之前都說 他的防禦力 都算平均 但是 實際上 是很軟很軟 為什麼我站在這裡 就是因為我要等 那三十秒過了 其實 完了三十秒之後 你都不開聖角模式 能源是會不斷扣的 所以 無論如何 我都是等到他夠時間 然後才下機去霸臉 回來 這裡 那 除了射擊有四百距離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 那些敵人 有時候見不到 是真的會撞過去的 那 還有 他是慢 有時候 你見不到真的避不到 那 這個 這個武器 雖然他是慢 但是 很過癮 再加上 他的拳風 真的超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 這個 惡狼之拳 是不是惡狼之拳 是 龍虎之拳 還有 這個 惡狼傳說 惡狼之拳 真的太久沒玩了 他裡面有個大佬角色 叫做 Jesus Howard 就是我一個很喜歡用的 龍虎之拳 裡面的角色 他的必殺技 就叫做 Double Double 裂風拳 就是好像現在 開了聖角Mode 那 那 當然 他不會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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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那個 所以我 真的特別喜歡這部 這部 在今年的 膠著 時間 最好就是 儲物 剛剛這隻 那 他 就是 見到 他在空中飛 那當然是儲物 但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後面的 是遠一點的 其實都是中了我 的 這隻都是憤起而吐之 這個時間都是沒什麼要做 大家見到贏的分數都相當高 雖然我能源不多 但是回到機隊的補能源也是大費周章 所以大家都站定定 找個好地方 等敵人一次過掉下來 當然這個時候要儲物 問題不大 是儲物的硬直時間 我們很容易被敵人打中 這個地方我後來看回 我覺得自己傻了 其實應該儲物 他們三隻一出來的時候 全部都會掛掉 看我死了這一刻 我就意識到 對了 怎麼不做事呢 遊戲來到尾聲 這部最麻煩的一件事 我就是覺得要變身 你等這個八成 其實有時候是痛苦的 我試過有時候 打到歸縮少少 時間過了三分鐘到四分鐘 我都未被人扣過兩成 即是未去到八成的水平 變了我遲遲都變不了身 尤其好像現在這些時間 只剩下少於一分鐘 基本上都不用想變身 即是去不到聖國模 所以大家都要多些 去習慣一下 用正常模式去打 拉遠一點 有機會才下拳 下刀 因為這部機 始終它是一部射擊型的突擊機 只要你射得中 就可以拉近距離 都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好的傷害 其實我想射後面 很棒 你看看 這樣都 扣不到八成 中一兩炮 就不會死的 真的想起才能開到 開到模式 所以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快點開模式 新用這部機 我覺得挺過癮 我是挺喜歡的 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新的 飛拳 模式 遲些不知道 會有其他高達 可以出上 Jesus Howard 的 Rising Storm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好了 今次的成績不錯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部機是怎樣 我很喜歡 我也推薦大家抽 不過這一刻 大家都已經沒得抽了 好了 時間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 機體測試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 還有我的IG、Facebook和MIV 我們下次見 拜拜